為甚麼你還沒帶我吃上海菜? 為甚麼你這麼有雅興不想吃上海菜?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吃 而且最近看了一本書 知道了它很多歷史 愈問其長 上海菜叫做本邦菜 以油多、醬濃、糖重 還有它的烹調方法 以烏、粥、紅燒為主 所以就是龍油赤醬 發展到現在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了 厲害, 真厲害, 懂得唸 很厲害 究竟上海菜是否像你這樣形容 帶你去看看 碧琪, 我介紹這位 這麼有福氣的國太認識 正宗上海 這是正宗上海小館 你好, 碧琪, 你好 我們做了幾道菜 上海菜 因為這個鮮魚片 剛剛出來了 不如先嘗嘗, 好嗎 好, 我平時吃這個 通常都是吃粥餅魚片 對, 因為廣東 很多人一來開車 二來很多小朋友都不能吃 所以我們現在改靚 拆拆魚片 很滑 怎樣 一咬下去 是滑扭到一個點 是…這樣下去 還是非常香, 一點都不腥 齊菜 四季都有 對, 齊菜 現在一年四季都有 然後我們用龍兒柳 擺放齊菜草 有一種特殊的香味 很好吃 我現在很想知道 我們第二樣東西吃什麼好呢 第二樣, 我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 松蔥波三鮮 以前的炒三鮮 就是豬宅 那些豬內宅 嗯? 上海人吃豬宅嗎 是啊 以前我們小時候 三鮮成為豬宅 那些雞筍 豬土 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人不接受豬內宅 所以我們那些人 就是鮮片 蝦仁 還有雞片 我想問過醬汁 是否傳統上海菜 就是濃油的味道 是啊, 濃油七醬 不過這個顏色 我們不會煮得太深 如果紅燒的東西 我們會煮得濃油七醬 這個三鮮 我們的顏色會比較淺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上海菜是很吸引的 不論是清炒蝦仁 蝦仁炒甜豆 這個蝦仁 你一咬下去 就覺得又爽 又小顆 那種感覺 就是吃上海菜才有 我剛才吃過的味道 就是你那種感覺 很棒 我認識你十幾二十年 當初為何你會來香港呢 因為那時候 我在大陸 我是做醫生 所以我留在香港 我留在香港 以後 因為對護士的要求 應該比較多 我就做不到 但是我對烹飪這行 我很興奮 所以我姐姐要做食物店 我跟著她進了這行 你們兩姐妹都一起煮菜嗎? 是 很開心 後來這個土瓜環區 紫梅花 互相輝映 有兩間上海小館 雖然現在她姐姐退休了 是 這兩個冷盤 是我全時最喜歡的 你也喜歡吃這個 鳳尾魚 這個鳳尾魚一定有季節 有時候我來問郭太太 有沒有鳳尾魚 十次有五次是沒有的 為什麼? 這張飛郭很失望 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個有季節性 香港五月份到九月份 是休餘期 休餘期之內 就不准補那些鳳尾魚 所以通常就十月份以後 就有鳳尾魚 到明年四月份左右 這段期間有鳳尾魚 即是半年左右 是 快點吃吧 鳳尾魚是永遠我最喜歡吃的 因為它又脆 咬下去又甜甜 它的骨也可以吃 一點都不腥又不油 鳳尾魚在上海 不知道鳳尾魚 沒有這個名字 鳳尾魚上海就聽不懂 是 上海鳳尾魚叫Kozi Ko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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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西班牙一樣 那這三個是什麼字 因為鳳尾魚裡面有很多春 就是紫 對 魚春 所以中間Kozi就是紫 對 魚春就是魚 魚 Ko呢 Kozi就是炸的意思 炸子 魚 對 炸子雞的朋友 然後魚裡面有魚春 這個 就有一個圖案 好像有風琴一樣 對 為什麼做得這麼藝術性 這麼有藝術性呢 這個藍花豆花 我有重點介紹一下 好 雖然說是一塊豆花很簡單 但是它真的功夫很多 師傅呢 又將它先往前 然後反過來又輸前 吃了以後呢 它又拉得很長 拉得很長又好像 你說的風琴一樣 掛在這裡 掛一眼 掛了以後又被它吹乾 吹乾以後呢 給它煮到水兩次 那邊炸了 炸了以後又會出水兩次 出水以後呢 接著用滷水滷 所以說這個藍花豆花 是太簡單 但是做法很複雜 也都在上海鋪 現在連沒有幾個人 我都不見有人賣了 是 基本上就是沒有人做 因為太複雜了 但是為什麼你還堅持要做 我想找 一來想保持傳統 二來很多 因為這間店鋪開了很多年 熟化會找回這道菜 所以我們堅持做下去 但是我想問 為什麼要這麼多功夫做呢 豆腐乾其實到處都有很多 還有普通做法的也有很多 這樣做法有什麼特別好 這個特別好 一二二人味 第二美觀 一塊豆腐乾上來就很方便 沒有那麼美觀 這個好像藍花樣拉上來 好像也要吃得 小朋友也吃得 豆腐乾的營養也好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平時吃的豆腐乾 咬下去的時候是比較硬 而且沒有吸收那麼多汁 現在這個做法的感覺 就向豆腐的方向 好像我們平時吃火鍋 吸收了湯 但是它吸收了滷水汁 但是沒有因為吸收滷水汁而太鹹 所以滷水汁是否也特別教過 是, 師傅特別教過 他覺得要富有香港的味道 要好吃 香港人的味道是否要淡一點 清淡一點 是的 健康一點 不用太濃 因為這個豆腐乾 就是小甜、小油、小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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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 那麼跟你以前在上海煮 加上菜有甚麼分別呢 如果你在上海吃 真的濃郁七雀 味道很濃 又鹹又甜 是, 香港會有一點改良一點 不要太鹹、甜、鹹、鹹、鹹 那我很想知道 在你煮了這麼多的上海菜裡 你自己最喜歡吃甚麼 還有這個湯 那上海話呢 上海話 你跟我學 我跟著你學 你說得這麼好 什麼 什麼 Sugu Ito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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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 是法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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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甚麼叫鹹毒鮮 鹹呢 因為鹹豬肉煮過一個一口 有鹹豬肉 有鹹豬肉 鹹毒鮮 鹹毒鮮 鹹毒鮮是廣東人的意思 煲的意思 煲就是用砂鍋上 砂鍋鹹毒鮮 鮮 鮮因為日本有筍 很開心 這是冬筍嗎 這是冬筍 每年可以吃冬筍 我也很喜歡吃冬筍 我都要把握機會 只有幾個月才可以吃嗎 冬筍通常11月底 到3月份就沒有了 然後春筍上來 真的有筍 以後也是短短的幾個月 所以收音得鮮 這幾個季節吃到鮮 如果過了這個季節以後 我們就用點尖筍 點尖筍 點尖筍 這個冬筍 一點渣都沒有 咬下去 而且非常鮮 是 這麼甜的一口湯 加了糖嗎 應該鮮 煮的就是鮮字 因為冬筍要鮮 鹹豬肉要鮮 不用加什麼特別料 就可以好吃 很好吃 我剛才八卦聽到 原來葛太太會為了輝哥做一種 全世界都不能吃的無價寶 可以說的是什麼 全家福 是什麼 全家福 是上海以前過年的時候 必定吃的一道菜 裡面的材料有很多 有蛋糕 有白熱節 有限豬肉 有冬筍 有海參 有鮑魚 做它上來非常麻煩 以前為了現在就少了 沒有了 還要隔天準備 是 因為它的湯底 要超級上湯 是 是嗎 是嗎 是不是像盆菜一樣 類似的不是 湯菜 是 湯菜 以前不是 中間有個爐 可以准燒炭的時候 放些炭在中間 現在就是… 不是這樣 是 現在不是 現在就放好 一鍋上去 就上來就直接吃 國體是要用兩天時間 把蛋餃包好 然後到湯上去的時候 就把蛋餃鋪在面上 你想想 滾的湯多甜 你把蛋餃 快把蛋餃吸進湯之餘 立即放進口 那種感覺 真棒 我覺得上海菜的魔法 就是很簡單的材料 很普通人人在家裡找到的東西 都可以突然變成一件 你一看到或者一想到 你就很想吃的一種食物 然後最重要的是 要懂得煮 要懂得煮 還有那個概念 現在呢 老實說 香港真真正正的上海菜館 即石果僅存的 國太這間 必然是其中 我可以說 你很想吃 要贏 你很想吃 真正的 因為 因為 你很想吃 就是 在那裡 感谢观看